中國這個習近平的測試之一 這個胡偉 他現在他也講說他看虧這個 俄羅斯這一次可能贏的這個機會 他認為非常非常的低 那甚至這個瑞士的這個 信代亞洲區的這個首席經濟的分析師 陶東他更講 他說其實普丁已經輸了 因為俄羅斯這個地緣政治的空間 已經降到八十年來最低了 那老師您怎麼觀察 我們現在看陶東的花園 等一下會談到胡偉的花園 那這裡是針對烏克蘭戰爭的情況 我們要首先講說出現了五大意外 然後陶東是挑出凸顯 其中的兩點 第一個意外是烏克蘭人民的堅強抵抗 超過大家預期 超過大家的預期 那大家要知道 我們類比一下 烏克蘭人即使強烈抵抗 聽說有超過一百萬 可能接近兩百萬的難民 湧入波蘭或羅馬尼亞 對 他們還可以逃 如果在臺灣開戰的話 請問臺灣往哪裡逃 我們的難民後面是太平洋 所以臺灣人到時候背水一戰 破釜沉舟的情況會超過烏克蘭 這裡我們先比喻一下 所以才說同島一命 然後現在俄國的那個看到了意外 第一個當然意外就是說 烏克蘭人民講不到 他以為可以把他們震懾 讓他們投降 可是沒想到烏克蘭 堅決抵抗到底 這第一點 一大意外 第二點 大家還記得前一陣子 那個哈薩克出事情的時候 哈薩克總統不是請普丁幫忙嗎 對 根據集體安全條約 組織請他出兵嘛 結果普丁真的迅速出兵 迅速搞定哈薩克 哈薩克境內的親中派馬上被幹掉了 那個馬西莫夫 前總理被抓起來 看起來俄羅斯很厲害 可是這一次打烏克蘭怎麼搞成這樣 是啊 落差很大 他搞哈薩克的時候 迅速果決有利有效 對啊 這次烏克蘭怎麼搞得厲害 怎麼會這樣 這個很大 很大問題 所以俄軍這個基本上這一次 這一次表現很方槍走板 我們已經可以至少可以講一點 剛才幾位來賓有提到 就是部隊嚴格講來沒有真正動員 他們以為是演習 然後到烏克蘭以後 會受到老百姓歡迎 根本不是這回事 他們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們是要去殺烏克蘭人 要去侵略 要去發動戰爭 所以很多人就所謂的拒絕 去接受官方的宣傳 叫做為何而戰對不對 這說不下去 說不通 現在俄國的那個荒槍走板的表現 這個讓你意外 這第二點 然後第三點 美國的情報真的很零 真的很零 很有效 這是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然後第四點想不到原來看起來有點軟腳的歐洲 大團結一面向美國一面倒 制裁也加入即使自己會受傷都要制裁 這點也是出乎大家意料 然後第五點就是地緣政治 俄國的地緣政治空間被壓縮 比如說芬蘭跟瑞典現在考慮要加入北約 原來在中亞的那個喬治亞共和國 跟烏克蘭旁邊的那個摩爾多瓦現在也考慮要加入歐盟 那俄羅斯周邊的那個變化 使得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 確實被壓縮了 那陶東根據這樣的情況 他凸顯了這個歐洲的這個向美國一面倒 以及那個地緣政治空間被壓縮 然後他大膽預言 這個普丁已經輸了 好那普丁輸了 我們要解釋一下 第一點呢 二軍的確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而沒有辦法實現當初的閃電戰 這個作戰目標 那如果玩持久戰的話 那俄國消耗不起 這是第一條 他的那個閃電戰的那個作戰方針 沒有辦法實現了 第二個 他現在可能會調出更多的部隊 打更多的飛彈等等 全力來進攻 包圍跟進攻擊斧 我說就算他最後打得下來 就算 就算他最後打得下來 他沒有辦法去維持去治理 那個東西消耗會非常嚴重 大家只要想起以前 越南是叢林消耗了美軍 阿富汗是三地 消耗了蘇聯 現在的話 烏克蘭雖然是平地 但是城市巷戰會把你拖垮 蘇聯 俄國經不起消耗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貿易制裁 金融制裁 航運航空 禁飛這些制裁的話 把俄羅斯封鎖起來 這俄羅斯根本沒辦法承受不起 這種消耗 所以一旦閃電戰轉成持久戰的話 俄國是真的就輸了 最後一個輸的 他以為背靠背中共會幫忙 中共根本不能幫忙 幫不上忙 現在普丁也發現 這個兄弟 根本幫不上 是牢靠這個兄弟 對啊 不行 所以真的輸了 這個是他真的輸了 然後呢 俄國也結論 那就是俄國將會在這一次戰爭之後 不管最後怎麼收拾 他會失去大國地位 然後呢 這個我們看這個戰局 還有一點一個重點 就是雙方主力部隊 還沒有正式決戰 主力部隊沒有被消滅之前 中間的談判 都是談談打打 不會因為我的主力部隊 還沒有被你幹掉 我為什麼要跟你真的談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出一些 可能傳出什麼妥協 協議都有可能 沒有錯啦 但是因為主力 除非有一方主力部隊 真的被被幹掉了 還是說雙方僵持 實在打不贏 只好談 除了這種這種 這兩種這兩種情況之外 如果俄羅斯覺得他還有力氣 還有殺招 那他這個談都是談意思意思 然後現在我們要講一個到 重大的歐洲地緣政治的轉變 就是德國的覺醒 大覺醒 原來德國在兩德統一之前 過去五十年 還有一個東進政策 他要跟俄羅斯維持 比較友善的關係 包括跟俄國買天然氣 買石油 然後跟俄國有一些商業的 經濟的來往 他希望用生意跟善意 把俄羅斯能夠緩和 他的擴張野心 這一次戰爭 整個把德國人敲醒 現在德國人已經一面倒 站在美國這邊 德國的覺醒背後 一個大故事是這樣 就是原來中國的一帶一路 是要連結三個陸權國家 亞洲叫中國 歐洲叫德國 中間是歐亞核心大陸的二國 這三國叫陸權鐵三角 然後美國這邊是海權國家 在歐洲的海權國家叫英國 在亞洲的海權國家叫日本 所以美國英國日本叫海權鐵三角 這個兩個鐵三角對撞點 原來在哪裡呢 在臺灣跟南海 結果現在居然對撞點在烏克蘭 在烏克蘭 對整個局面變 然後這個結果讓德國立刻倒向美國這邊 而且居然還說可以考慮讓美軍在德國境內 部署核子武器 那日本也可能要跟進 對 就是說可以在我境內 你美軍來部署核子武器 你美國人管的啦 但是我現在很 就是針對俄國的威脅 甚至還有一度涉及到核子威脅的問題 還是生化戰的那個威脅 所以德國日本都願意跟美國緊密合作 提供更大的國防空間 所以臺灣的話也要懂得利用烏克蘭這個情況 跟美國緊密配合